你好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分享你的故事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說 每個人是要坐船 可能要8兩到12兩 那這個黃金是 那艘船收還是說 當時的那些月供收 那個黃金是由 譬如說發貢的那個橋嶺 他發貢就是說 都召集好了大概有多少人 然後那艘船是容得下多少 就由他來收 他來收呢 如果說船是他的話 全部都是他的 全數他收 但是如果那個船是跟別人租 或許說那個人出船 那他的黃金就要 零分還是怎麼分 是這樣 就我坐的船 那個船長 船員都沒有人收黃金 那所以這件事 因為這艘船是被扣留 那就是那些官員也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所以我說 船開了差不多二十分鐘 我們還看到岸上的那些匪幹 跟我們說再見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走的時候有剩的錢 還有我家的戶口名簿 裝在一個袋子裡面有鑰匙 那他們就照這個地址去搜刮東西 這是匪幹做的 所以他們就是從中去去賺取這些東西 那我們家最 怎麼講 別人逃難是偷偷的這樣跑 那我們家當時 我被推上車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們家的那些浪板啊 什麼東西瓦缸啊 就鄰居來拆 來拆 就那時候已經拿那個鐵筆去撬那個 可以用的東西都拆了 如果說我們沒有逃回來的話 就只剩下一個屋架 沒有東西了 裡面的東西都搬過 謝謝 你好 爸爸是我有一個小的人 你比較清楚告訴我們為什麼 你然後你家要離開台灣 可是好像你的爸爸本來是北部人 對不對 他是搬到南部或是中部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離開北部 呃 北部那時候就是等於說分成兩 兩 我比較會知道這個 可是他的他的意思 為什麼 為什麼他決定離開北部 為什麼他怕抗戰人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北方變成共產 離開 所以他他要離開 他離開就是南越是自由國家 越南分成兩個國家 兩個國度 一個北方跟南方 大家大家我知道我要跟這個 所以他是在那個時候離開的 對 他跟著軍船撤退 嗯 他他也是天章或是他是純 他是純 他那時候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所以為什麼他怕他 痾 痾 痾 因為我的爺爺 我爸爸的爸爸 痾 在半夜被共產 帶去問話就沒有回來 就是他自己的爸爸 我的爺爺 那你爸爸在北越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教書 一樣是那個少生 少生軍校 他也是在軍校 就是那個軍校側到南部 所以是同一個工作 對對對 就是共產跟那個共和國的關係 謝謝 問一下 很感動喔 聽了都眼淚一直流 你有最近這幾年有在回越南去嗎 那你回去以後你發覺整個越南其實在發生 那你現在的感受 在看你現在這段日子的感覺怎麼樣 我從第一年就是1989 民國民國78年開發 我就第一個就回去了 回去看 我幾乎每年都回去一次 到後來的 我在台灣就是37年 到後來前面的十幾年我都有每年回去一次 然後回到我以前的母校那裡呢 比如說捐一點點小錢 讓那邊的華人子弟可以上夜校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中文學校可以上 那後面的20年因為有負債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再回越南 不過在剛剛過了農曆年 我有回去 我回去我感覺 生活都變得很 就是生活費用很高 然後生活方式有點改變 不像以前那種純苦的生活 然後這一次我過年回去呢 就是跟我先生借了學生一輛火車 到處去找我以前住過的兩三個地方 但是都找不到 都好像拆了改建了 都沒有 沒有沒有我們以前小時候的那種環境 然後這幾年雖然之前我沒有回去 但是我聽到很多就是 嫁過來的朋友告訴我說 越南的生活完全都變 連他們自己來住了幾年回去都覺得怪怪的 對發展太快 然後有一些地方不應該 從農村還是農田變成那種高榮大廈 還是變成一些海商 還是別國家的人來投資的那種 很迅速的飆漲 我知道的是正確 我知道的是正確 我比較想問就是 當初你們要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是 本來想出來 然後後來沒有成功的 有很多 也像我們一樣 逃難 有人沒有 沒有 不是不成功 是根本就是 逃出來的時候 就被抓 抓進去 關在牢裡 有人逃三次才逃 第四次才逃到美國 逃到澳洲 沒有 沒有我們做的那一艘是 好像是鐵皮的吧 二十幾馬 滿大的 遠洋遺傳 高雄的 他那時候那個名稱是叫做全員二號 不過很遺憾我 我當時可能年輕 然後到了自由地 很感到很高興 沒有去想那麼多 所以當時沒有跟船長要他的名字 所以現在我要找到那一位會講國語的潘兴發先生 我才能夠找到船長 那有人曾經 反問我說 你找他們幹嘛 我說沒有 我只是想 就是去看看他們 好不好 然後感謝 我一直 激掛在心裡面的那種恩情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們 但是 他們問說 為什麼 你剛剛來的時候 你不去找 我剛來的時候 我們生活也是很困難 我下面有六個弟妹 我一間堂 謝謝黃小姐的分享 真的很感人 讓我們講一下 其實我很喜歡聽故事 然後之所以會來 是因為 我爸爸也是在越南出生 也是華僑 我爺爺奶奶都是從 中國廣東過去的 然後就只有我爸爸 我爸爸是輾轉 從越南先到香港 後來再到台灣 然後其他兄弟姐妹就 剛好有一個在加拿大讀書 他們就輾轉從 越南先到法國之後 在加拿大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些人 其實 現在雖然很多時候分散在不同地方 但是他們對於家鄉有一種 就很特別的感情 就像是 像是我爸爸其實他沒有想要回去 只是最近剛好他們 他們高中同學會聚會 然後大家就想說 好久沒回家鄉了 所以考慮再回去 所以我在想 他們應該是在 逃難或是在生活的過程中 有很多 就是很痛苦 或是他們 還沒有想要去回頭看的歷史 我覺得您就是願意這樣講出來 真的很難 謝謝 是 我就是因為劉導演 我們很 就是那種緣很奇怪 不知道怎麼說 只有無意 我有一天打開臉書 看到劉導跟一位商業週刊的執行長在聊天 然後有提到劉導拍這個紀錄片很困難 已經很多年了 然後問劉導你的進度到哪裡的時候 我這樣開玩笑說 我經過別人的家 然後跑進去聊天 不認識的人 我說我也曾經住過門戶 所以就開始聊起來 然後劉導就提出說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就是這一段人生經歷講出來 那我的弟弟妹妹有兩個都在問 她問我 為什麼你要出來講這個故事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要出名 還是你想要介紹你給很多人知道 那我真的沒有講那麼多 我小弟弟問我的時候 我真的不會回答 我認了一下 我說問我先生 我說弟弟妹妹這樣問我 她問我 你為什麼要出來講這些事情 然後我裡面的 那個裡面的弟弟妹妹有兩個 他們不認同 他們不認同 就是 不贊成我 我這樣做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方蕙姐我覺得你是非常勇敢的 因為 我很多人都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這樣 我在法國 也有一個朋友 做一個紀錄片 然後 也是去澳大利 報名 然後我一直說不要不要 然後她說服了我 其實這種東西是很 很 就是很個人的 怎麼說 比如說去年我爸媽她過世了以後 然後其實有一些他們的故事 因為在北越啊 我都不知道 然後 可是我知道土城有一批是我們的人 我超想去訪問的 可是我 我就知道 為什麼要去 去訪問他 然後我兄弟姐妹有一次問我 可是就是說 在家裡面有六七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比較 想知道吧 我也是 我覺得 我的一生我一定要知道 因為 我們淘欄的時候啊 說真的 只有兩樣東西 祖先的牌位 還有黃金 其他都是夢想 所以我到了法國以後 我很喜歡意思 然後我對紙的情感是非常深的 為什麼 紙你只要寫東西 如果你 其實 因為為什麼 其實我們 上了台灣境界 有什麼都拋棄 連身份證 什麼都拋棄 所以我對這個 很有情感 然後我想到說 我們的錢財啊 很多 以前我們 在越南不是有那個月凳嗎 我們就這樣傻的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沒有效 我所說的就是說 其實人喔 就像奧尼士一樣 他如果 他只能走百分之九的 九十的話 就沒有圓滿 所以我們可能 會去尋真 這樣 什麼人叫勞力士 就是說 勞力士 如果是對 他只有百分之九十 他走的不準嘛 對不對 所以我來說 那個 就是我們要 要尋 有點像說 欸 自己從哪裡來 可是如果沒有經歷這個 其實也是很平常 對 對啊 不好意思 謝謝黃老姐 因為今天 因為我也是一個過去也是在做歷史很久 然後我常常在聽很多火樹歷史 或者說一些法國的內政 其實一開始 我以為今天這個故事是那個 南海學術一樣 很悲情啊 然後可能是一些 因為南海學術是個杜撰的東西 那過去像 因為我是金門人 因為 以前曾經金門發生過就是 金門的駐軍 就是砲擊過那個 南越的難民船 所以我的刻板印象就是說 其實台灣對 南越的難民其實可能會有一些 政府在處理方面 其實會有一些 比較棘手的困難之處 因為 就像你講的 1975年到 至少到1978年的時候 剛好 台灣跟美國也斷交了 那 這個時候台灣在處理這些 國際難民事務上 我想 也有他 也有政府自己的考量 那 大家聽到您說 對於當時候的 政府的處理方式 覺得很感謝 其實對我來說還蠻訝異的 因為 至少 台灣在當時候那種 反共的 情緒 的氣氛之下 對這些難民的處理 我覺得還是 蠻跟 當時候的美國 還蠻一致的 那 我比較好奇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 您說您 在就是 南越輪選之後 你還是擔任老師的職務 那 那 那時候為什麼 應該說 當時候的越南人民政府 便沒有 就是對 老師進行一些 改造 清洗 因為 畢竟這個 老師這個職位 對共產黨 也是一個 很大的敵人 現在像在過去 中國就是發生過 黑五類之類的 他們對於這種 知識分子 其實是非常忌諱 所以 掌握政權之後 對這些 知識分子的清洗 其實是 非常嚴重的 一個問題 所以 事實上請教您 這方面的 問題 我剛才有說 我自己不是 師範畢業 我每個星期 每個假日 我都要去 上 教師研習會 都要去 餓補 就是 其實很多 老師要 做的 就是 不要誤人姐弟的工作 那 當時 在淪陷 第一年到第三年的時候 我回去自己的母校 教小學 是因為 當時 共產台沒有辦法 控制到 那麼寬 那麼遠的地方 因為 我們當時 我們還知道說 像 北越的官員 很高的官間 只有二年級的學歷 非常 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叫 我們叫他們是 因為他們很愛吃空心菜 我們叫他空心菜頭 叫頭 他們都知道說是 共產頭 那 我在這三年裡面都 沒有休息的 就是 只要有空的時間 就是排我去上課 去多接 接觸一些怎麼樣 跟孩子相處 怎麼教孩子的 那個 方法 共產後來 就是說 到 第二第三年的時候 他開始有派 就派 臨近學校 互相監督 就是 可能他裡面有安排一些 由他們 所安插的那種 我們講的 落底的那種角色 就是到學校到班上去 坐在後面 坐在後面 監督 看我們教孩子 什麼 我們不能講到敏感的話題 可是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沒有 就說 就不要用以前的 那些老師 是因為 那時候剛剛 接收南方 很亂 很亂 所以 沒管到這一點 沒有 這樣子 可以嗎 謝謝 謝謝 謝謝